眼下已经进入深秋了 气温逐渐转凉 不知道您那边的天气怎么样 往年的我们梦想改造家 都是十二期常规改造 再加一期工艺改造 那今年可能您也发现了 多出了好几期节目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众多的暴明性当中 有一些真的是我们无法拒绝的 比如说下面这个叫 伊菲的女孩 2021年 我买了一个相机 穿街走向四处拍照 我想把我能看到的 美的 闪亮的 让我喷然心动的 所有这一切都记录下来 包括这个人 这个一直陪着我 不离不弃的大男孩 我还写了许多信 有些是写给最亲密的朋友 有些是写给苏不相识的陌生人 我说 如果可以重来 我希望他们印象中的我 还是那个一直笑着的女孩 看我人的那口饭我给我们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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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基本上是每天都来这那口饭 抽血然后特别特别的多 上午基本上能抽到一千多号人 比较累 很耗体能感觉 这是一飞这个月第九次抽血了 每个二十一天的一次化疗 让她不得不时时刻刻地 关注自己的身体指标 在2021年的时候 当时还在上班 突然有一天我就在单位站不起来了 然后痛到不行 然后我同事他们把我送去医院 然后后边就查出来说 有一个肿瘤 当时真的是晴天霹雳 就是你听到癌症这两个字 一般人就是觉得天都塌了 觉得没有希望了 就是生命就要快要到此为止 随着病情确诊 许多事情 一飞都不再敢去奢望了 活着成了一飞最大的心愿 我希望生活得平淡一点 你能当个普通人 就是最大的幸福 但有为特殊的是 拿到病情确认输的日子 距离一飞结婚 才刚刚过去一周的时间 这个还需要点 那个白细胞 略低一点点 还算好的 以前反正低到过0.1 0.2 没事啊 我跟我先生 我们俩是北京中央财经大学 本科的同学 他是广东人 我是之间加薪的 我们就是大二在一起 我先生喜欢叫我老包 然后我喜欢叫他乔哥 然后这是我们从大学一直到现在 互相的称呼 后来我大学毕业 本科毕业之后 就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去读研究生 然后我就回了我们自己浙江工作 哦这个 这个是我们本科毕业的那组写真里边的 那时候不是很机场会说什么 那个叫啥 毕业级分手 我留点记忆 对 提前结束医地 同样是到上海 同样是结束十年的异地恋 但目的却变成了看病和治疗 对于这种命运的捉弄 乙飞和剑桥两人没有任何办法 一颗两颗 两颗呗 不干的 不干的 是跟生白细胞的 下一次要加检查了 下一次录院 哦对 乙飞还是一个很乐观的心态 也很坚强很坦然的 他会有难受的时候 就是觉得哎呀这个事情怎么这么难啊 化疗怎么这么难受啊 但是我觉得乙飞这方面是没有去 过度的说怨天尤人啊或者什么样的 他会觉得他要照顾我们的情绪 他自己不能是很难过的那个 他的情感总是十分的内敛 然后情绪总是非常稳定 除了确诊的那一次 他偷偷背过去擦眼泪 我看到了以外 他从来没有在我的面前表露出过 一点点的脆弱 就好像是他用他的坚强和乐观 抚平了我病痛带来的苦难 我们去医院那边开了 医生给我们开了一个复健操 然后每天回来做这个训练 你要用力往下踩 这个其实每天都做 动作很小 但对他这个脚来讲难做一点 其实正常人做这些动作都很容易了 因为手术切除了右腿的部分神经 所以一开始走路也很困难 他陪着我从蹒跚学步开始 帮助我发掘了能力范围内的运动 还鼓励我去尝试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架子骨 我特别喜欢打架子骨 但是以前一直没有想去学过 然后我先生就鼓励我去尝试一下 然后发现踩架子骨的这个动作 特别锻炼我缺失的那块肌肉 因缘巧合之下吧 然后开始就练架子骨 一开始的时候连架子骨老师都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先生他陪着我一点点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而随着吃药化疗等一系列治疗手段的进行 已非逐渐变胖脱离了原本的样子 我生病之后每个生日他都要给我画一个画 然后这是第一年的 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季语 这个是第二年的 然后第三年 今年的 这是今年 没办法 这是上次我去他的高中 然后穿了他高中校服拍的一张照 这首信不如人生 天呐 这是当时的照片吗 这我真是第一次看 因为婚礼之后太快了 太快就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阶段 这是在你家里拍那个仪式 对 这是他弟弟 抱姐姐出嫁 搞得你累 有点感动 当时 什么有点感动 你都哭得不行了 妈妈这个长头发很好看 就我们整个是有点港风复古风的那种 我这个我没看过 这个我是第一次看 我与此爱开 要特别的 kids 你ού Come back 他妈咱会 儿子 你好 早 brain 早生擠 الله 多得 你 好像 感觉过了好久啊 嗯 好像如格式一样 而为了方便照料一飞 远在老家的健强父母 也来到了上海 一家四口 住在租来的房子里 我本来也是学医的 对 本来也是 医生每次出院 会给你拿两针 长笑声来着 把针放在家里 我们针拿回来 妈妈给他打 就不用到外面打了 我就是全程陪着他的 就是基本上一天 都是围着他这么壮吧 累是有一点的 但是跟家里人在一起 还是开心嘛 就是我是心里面呢 看到他受了这么多苦 但是就希望他能够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这样的话呢 就病了 就可以慢慢地 希望以后不复发罪好了 现在基本上每21天 还是要去做一次化疗的 像我们这次去的话 大概要住个三四天 去医院一般就是妈妈陪我去 给我签个记忆 好嘞 前面那次开腹手术之后 在这边已经做了12次化疗了嘛 本来12次化疗做完之后 以为结束了 我当时还跟这边的护士小姐姐们都说我再也不回来了 拜拜了 结果没想到半年不到又复发了 哎 复发了就转移到了肺上面 然后又做了一个肺部的切除手术 切了一小部分 嗯 然后只能再接着做化疗 嗯 这一轮的第五次 哎 希望早点做完 希望以后再也不要来 哈哈 嗯 那我尝一个这样的吧 嗯 下班过来看一下他 陪他吃个饭 然后走一走这样 工作还比较忙 但是来看一眼 自己也开心一点吧 他也开心一点吧 到底为什么 他今天还好 他今天肝功能指标没有达标嘛 所以也没上药 没上药就人都还好 一上药就不一定能下来走了 呃 人就很难受 就会又 又恶心啊 又头晕啊 看到剑桥奔波于工作及医院之间 依非担心长久下去 丈夫终有一天会支撑补助 生病之后 我自认为是我先生的负累 我觉得他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 所以我也并不奢求说他能陪我到什么时候 如果有一天他真的感觉到累了 我也会自觉地离开 但有时候实在看他太累了 我就会向他提出来要不要分开 但每每都会被他制止 然后告诉我 要跟我约定 一定要一起努力活到八十二 他不需要去觉得说什么给我太大压力 我希望他需要我的地方 我能够成为他的这种依靠 最伟大的爱 往往都是静默无声的 依非觉得 有了这种陪伴 自己可以勇敢面对一切 花灵活的狗子 你看他的狗狗 生病改变了预想的生活轨迹 但依非与剑桥 却尽量让生活多一点 欢声笑语 我最近不是画了期间 他头发有时候会有一部分顽强的毛发又长出来了 他就特意想拿给我刮 每次看到的就刮两下 头型多好 这光头很合适 而且更可爱了 感觉 看来 看来 这个治疗这段 虽然说可能药物有点难受 或者什么的 但是 但是我先生天天陪着我 对吧 都开心 那你感觉心态是越来越好 就是那个时候 我很喜欢做计划 就是计划我们每一年干嘛 每一年干嘛 现在就觉得 把自己特别想干 但是一直没有干 有种种借口 诸多借口拖着的事情 马上去做 患病之后 依菲决定 想见的人就要马上去见 想做的事就要立马去做 我们是大学同学 今年已经是我们认识的第13个年头了 我们都已经长了 好多梦正在飞 就像同天 看到你 红色的蜻蜓 我的这些朋友 在我每个化疗周期 身体还好的时候 总是邀请我出来 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然后参与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 就好像体验一下正常的生活 就好像我从来没有生病一样 年年有今日 岁岁有今生 那边倒吃了 正好这几天倒吃 昨天搬我 昨天就是吃了饭 早之前想的是怕我老公 又要照顾我 又要跑医院 还要上班 特别的辛苦 所以就找了一个近一点的人 最近两三年 还能搬了三四次家吧 尤其是后来亦非生病之后 有时候可能为了治疗方便一点 就一直不停地在搬 确实也很想安定下来 为了给亦非一个真正的家 让她可以安心养病 建桥决定 倾全家之力 再加上贷款的方式 购买了一套 距离亦非化疗医院 特别近的老公房 说实话 这个小小的房子 其实挺符合我跟亦非 就是我们的一些 对家的这种想法的 她反正跟我表达过挺多次 就挺喜欢这种小小的 两个人很温馨的 然后地理位置也挺 就挺方便的嘛 我们反正就觉得就OK了 然后当时看中了 反正就 就下手了 这是一个三十平方 一试一味的房子 然后我们买到的时候 就是已经拆空的状态了 虽然只有三十平方 但小小的房子 却壮大了两个人 无限的期望 随着病情逐渐稳定 亦非开始拾起了自己 从前的梦想 做一名设计师 小的时候特别向往 能成为一个设计师 当中也在不断地学习 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希望我能够 自己来设计我的家 每个人都应该是 设计自己生活的设计师 每个人都应该是 创造自己人生的梦想家 我一四年看了你们节目之后 开始接什么钢结构 这些东西对吧 什么楼梯布宽应该多高 楼梯高应该多高 你们就是无形中传递的 这种知识 我都在累计 可能 然后这是我之前 关于我们的床的一个想法 我床头设计了一个 S型的墙 但是呢 上面的整层玻璃的沉重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问题 这个是花园的一个小想法 想要一个狗窝 然后又想要柜子 对 要把狗窝放到这儿 我们后面调整之后 因为主要我们层高还很近 因为往期你大半层高高一点 对吧 你用钢架构什么的 还能稍微有点发挥空间 但是层高也放在这里 面积也放在这里 墙都动不了 简直是个大难题 都说 生活的本质是苦难 而真正的勇敢 是看清生活的本质后 依然热爱生活 但我觉得 看清生活的本质后 依然热爱生活 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勇敢 而是这个世界 还有我们值得去爱的地方 还有我们想要追求的理想 就没有黑框了对吧 没有黑框了 在太空中两样住 活到一千岁 都一半心醉 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共你起双双对 好的似好的鞋 地冷天帮到闲事 就算翻风雨 只随看到你 只见阳光千万里 一飞在吗 一飞在吗 叮双 你好 一飞 真是一个快乐的小天使 笑的样子真可爱 这个真的是个意外惊喜 你是第四次报名了 这次真的是叫做功夫不负有心人 对 而且我看到你是自己特别想当设计师的 对 找出来的我以前在看梦改的时候 做的一些笔记 当时每一季我都做了笔记的每一季 这是第一季第一期 曾建龙这期是 对 也就是说你一边看一边再看里边 你看看这个笔记 完全就是大学课堂上的那种课堂笔记一样 哦这个 这是那个瓦片搭建 我觉得很有意思 画了一点小图 然后这就是那个楼梯踏步 这样做就是能保证这个踏步 在有限的距离里保证踏步踩得舒服 包括硬装软装的费用材料费 能够费也都记下来了 要了解一下这个 然后因为当时我 就比较喜欢史南乡老师吧 我后面给史南乡老师他们单独做了一些 这是史南乡老师的专辑是吗 对 这边是赖斯多老师的专辑 这一集这个 那个叫什么户型的改造很有意思 他这里做了一个回字型的动线 基本上他们每一个设计师 你综合下来都知道他们的大概的风格 特点 对 这么多设计师 你喜欢哪些 你跟我们数一下 那必须是那个史南乡老师 这是空间魔法师 对 大天使 王皮正老师 然后小天使 本荐柜石老师 然后就是我们 婚房专家 赖士东老师 广东那个美女设计师 梁老师 梁岁岭老师 对 记忆好深刻 我觉得你等于是跟着梦想改造家 上了几年的这个设计课 对 这一期 你们家的改造 你作为主设计师 然后 其他的大咖设计师包在我身上 我来帮你找 给你当助手 真的 可以啊 这也太好了 那十年里 你是第一个 委托人自己来担当主设计师 厉害啊 载入史册了 你这个任务是很重大的 我一定要使命必达 好的 好的 太太好了 为了实现 为了实现一飞的心愿 主持人接连拜访了诸位设计师 在节目组表示 希望能够以一飞自己提出设计思路 和大致的设计理念 梦改设计师进行辅助的方式 来完成这一次特殊的改造 今天要揭晓笔底了 我们现在是来到一个设计师的工作室 有没有一点紧张 我要请设计师出场了 好的 你没想到 是不是很意外 是的 超出下降 是的 那么如果我们说还有 你来 你来 我先在做得及吗 平复一下心情 你要开始布置工作了 现在呢 一飞有一些难题 是需要我们助理来帮她 现在开始好吗 好的 由于本次改造较为特殊 环保性 功能性 美观度 缺一不可 再加上有着时间的限制 所以节目组特别邀请了 三位设计师来共同完成 这是我们两件几番讨论之后 出的一个布置图 上海常见的条头高户型嘛 它就是进门一眼就望到底 层高是2米3 现在这个是那个 这个西五间一个长条级 对 这是面临着在这个上海浦东 这样的一个房子的改建 它其实面积不到30个平方 非常干净的一个毛沸屋 所以就是一个贬长的 那么一个空间 它的高度又没有能够 去发挥的地方 你爸爸妈妈来的就住哪里 他们不怎么来 然后现在我还有一个担心就是 虽然我现在可以走路 但是偶尔也是需要用到轮椅 因为放疗影响的存在 不定哪天就走不了路了 存在重要的可能性 如果是健康市场的时候 高级瘦了也还有可能 减轻机 对 因为这个方向又给人扶持了 这个秘密武器已经被缴削了 对 你实际上后面还有收纳 还有他的工人 还有他们的工作 然后还有他们自己的厨房的调理 然后真的厕所 能量也不够 我做的比较知道厕所跟哪 对 就这么一点点小面积 但是考虑到伊菲 他身体状况这个前提 包括我们可能还有一些 预见性的设计在里面 所以它确实是还是有难点的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兼顾实用性 同时又能体现出美感 所以就这个是一个团队作业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改造 也尽可能避免反复沟通 所有可能产生的交接问题 三位收集师也进行了明确的分工 所以平面就交友 机能性については私に任せてください 那美国就交友我了吧 虽然在多年参与梦想改造家的过程中 三位收集师都经历过 许多面积极小 难度极大 费用极少的改造 但这一次对他们而言 却多了一些特殊的意义 和不同寻常的挑战性 我们以往 利用成高来相对能争取面具的这种手法 可能不见得到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里 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同时 也能够增加它 附加上它的一些功能性 今回の依赖者は難病と戦っているんですね つまり免疫力だったり 体力だったり そういったものを早期に回復させながら生活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 这一次因为 平面是石老师布置的 然后其中一些安全防复功能 又是本店老师做的 在这个功能上解决的美感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有点难 因为原来我们可以一起考虑 现在我会就他平面来考虑 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 三位设计师也分辨与一飞进行了单独谈话 首先是平面布局方面 你好 好 欢迎 又见面 又见面 是是是 上下来 这是目前里面的状况 看看这是洗手间 十五间就是个小黑幕 对对对 很少 这十五间就是它整个尺寸好像特别的小 是是是 放了马桶走过去都不太容易 是 但我们第一次来这个房子的时候 就是一进来就被这个采光给 就被驚艷到了 然後它這裡原本這個位置 感覺應該是一個陽台的位置 但是它這裡又有一個台階下去 本來是可以包進來 作為室內的話會更大一點 室內的話它就落差 你萬一要做輪椅的時候 其實這裡是比較不方便的地方 這個地方我想我們是想要去克服一下 然後而且它如果包到室內來的話 這邊有兩個柱子也很難處理 是的 雖然曾經改造過十一平米的極小住宅 但眼前這個不足三十平米的房子 在設計師石南橋看來 卻更加的具有挑戰性 因為我們曾經做過的這倒不算最小 但是這個高度是 這個高度是我們以往來講的話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高度可以利用 師老師您看這個我之前關於這個房子 有一個初步的想法 是的 然後就是我們想著 因為衛生間太小了嘛 放不下洗漱台 想進門之後先放一個洗漱台 然後接著一個家政櫃 然後一個冰箱 然後這邊就還是我們的L型廚房 然後L型廚房 這邊做一個倒台出來的長小的桌子 然後沿著這邊就是我們的床 然後我先生想要一個兩個人的書桌 然後我們就想著要橫跨這個柱子 進一半的書桌 這裡是另一個人的辦公室 對 然後沿著這個柱子就是放兩個單人位的沙發 一左右 按照易非自己的想法 房屋佈局從入戶玄關開始 依次為廚房 衛生間 餐廳 臥室 書房 陽台 有序且規整 但在從業多年的設計師史南橋看來 這看起來方正的平面佈局 動線關係上卻並不是最為合理的 這樣狹長形就會造成動線從頭到尾會很長 所以你會不小心就會做出一條冗長的一條通道 所以我們會想說呢 是不是能夠像這樣子來講 能夠做出一些特別的變化 動線豐富 是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 像這樣的一個床鋪一邊靠邊的 一邊靠邊的話 當然你現在會把你 放在外側 放在外側 讓你上下床方便一點 但是你先生就會變得很不方便 或者是 還是把它橫過來 或者你這樣橫過來呢 其實它大概又跟這個衣櫃 又會打架 又沒過道了 所以這裡面這也是我們想要去突破的 非生活上的一些空間 而是操作上的一些空間 盡量把它壓縮 讓裡面的空間 生活的空間能夠更寬敞 我想的情況 這個地方怎麼讓它利用得更好 讓這個跟裡面能夠有一個更好的結合 總共先生也一直希望 就是能接觸一下大自然 而不是把它整個封閉起來 對 喜歡我們這些節目的觀眾朋友 說我總是在 在變魔術 但是呢 以往呢 我們每次碰到的這個情況 我們都有一些高度來 讓我們去做一些變化 但這次來講的話 一方面高度不高 甚至有些還壓得很低 這次我們有一些需要去突破的 嗯 雖然要對平面布局做出改變 但設計師石南橋還是充分尊重業主自己的選擇 這一次我們在這個過程一開始到最後 我們對它是不保密的 所以我們按照這樣的方式來進行我們的設計 經過與伊菲的充分溝通 設計師石南橋決定 對現場平面布局進行大膽的改變 在原本方正的房屋中 通過斜角延伸 隔而不斷 層次變化等手法 在平面基礎上 形成四個斜角 從而達到視覺上的延伸 以及增加空間的使用率 經過我們這個一陣子的這樣研究 第一個我們就沒有按照 原來這個房間的向度的這樣去安排家具 可以安排我們裡面的空間 我們到裡面的空間 經由一個45度的轉角 讓這些空間不會變成是一個一直線的走到底的 這麼一種動線 而這個空間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得出來一個帶著操作台 八台 餐桌的這麼一個空間 經過石南橋的調整 入庫處的第一個斜角區域 涵蓋了玄關 廚房 餐廳 換席等功能 不僅做到了擴大原本的廚房面積 提升可利用率 且更加靈活多變 能夠滿足四人同時用餐 第二個空間呢 我想我們會把這裡呢 做成了一個斜的45度的牆壁之後呢 這個斜的牆壁的背後 這個地方呢 能夠變成是一個多功能的空間 這功能的空間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墊高了大概45到50公分 這個地方呢可以剛好是一個榻榻米的 那麼一個一個空間 按照規劃 第二個斜角被石南橋安排為修剪區 通過地面層次變化 不僅增加了客廳空間 休憩空間 與收納空間 更能夠通過可移動餐桌的位置變化 形成一個臉時的就餐空間 會客時與餐桌上方 暗藏投影幕形成客廳空間 然後經由這樣的一個動線 我們這樣的一個斜切過來了以後呢 在這個牆的背後是他們的床部 跟著那邊的短角是一個先生的這個書桌 這邊能夠翻下來是太太的書桌 第三個斜角作為臥室區域和辦公區域使用 不僅滿足了休憩 辦公 娛樂等 床與客廳 榻榻米之間的矮牆 也讓空間劃分更具層次 保證了隱私的同時 實現隔而不斷的效果 拉伸了視線 擴大了空間 斜向床鋪的布置 同時滿足床鋪兩邊和上人 從廚房拉過來 這面牆壁有相對的 將近有三米的 這麼一個衣櫃的空間 能夠盡量來滿足他們的收納 衛室區呢 出來再到這一塊地方 工人性的東西在這面橋上去解決 然後呢在這面上去上 以及在短折各地面 我們都把它做成綠化 而在最尾端的花園設計中 史南橋也通過地面層次變化 創造隱形家具 豐富了其內容 使其成為了一個複合型花園 所以這樣的三個段落 分別讓每個空間 它的功能 以及在空間上有的一個變化 但這樣一個大膽的平面布局 伊菲以及其他兩位設計師 能否認同呢 那個交通動線對你方不方便 我看它現在流出來的那個動線 基本上好像還比我們之前 自己流的那個還寬一點 那就好 雖然好像是就是有拐彎那些的 但是它整體主要是流的比較寬嘛 然後位置看起來也還可以 我是擔心你不方便 所以我說平面因為是關鍵嘛 你要把平面定好 我才能做關於美學的東西 功能一定是放在前面的 然後先滿足功能 平面プランに関しては C先生の担当だから それはC先生の考えで 俺は問題ないというか それで私の意見って あんまり関係ないと思う ただ私言いたいのは 自分が与えられた機能性を増やすための要素 その中でやっぱりベッドと睡眠環境って すごく重要だから そこをクリアできれば すごくありがたい 私は今回安全性にこだわるために 丸面取りにこだわった計画にしてほしい 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 二つ目に床面積があまりにも狭いので 安全に通行できるための通路幅を 確保してほしいと考えています 最後に良好な睡眠環境を確保することで 病気に打ち勝つための体力をつけてほしい 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います 因為接到報名信是9月底 国境期間不能施工 所以建小希望在伊非下次化療前 也就是11月10日 讓他看到新家的營養 給他的治療增添信心 所以緊張的施工時間 以及施工作業面 對現場的施工方來說 也是一個極大的挑战 找你的原因是 因為你跟我們三個老師都配合過 你有經驗 我們上次做青島的14天趕不出來 也是你做的 所以這個事情要請你去做一個 最終的一個判断 你是覺得這樣你可以完成的就可以了 假如你完成不了 那我們這樣想辦法解決 整個面積其實只有30個平衡 對吧 對 對於施工來講 時間上是不是可以很快 空間30平 從理論上來講 大家覺得空間小 可能我們可以更快 但恰恰難度在這裡 空間小第一個 因為它的程序其實是一樣多 其次是空間有限 那我們的工人師傅 在現場施工的條件不變 而且這次的改造 對環保的要求很高 那麼這個也增加了一個施工難度 雖然很有挑戰性 但施工隊還是接受了 這個環保要求很高的改造任務 為了確保設計萬無一失 節省本就緊張了施工時間 會議結束後 使南橋的設計團隊第一時間 趕到現場 符合尺寸 梳理問題 6620 我剛剛那邊差一點 是 沒差一次 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入貨 從入貨開始 那個窗戶它是封閉 衛生巾的窗戶是封閉的 那我們原先的話 也不知道它是個暗衛 因為年居佔用了一個過道 就變成了一個別人家的類選官 這個可能到時候要溝通一下 看它的強體的話 局部的話破壞其實也挺大的 包括它局部一些開槽開洞 這可能我們到時候 局部是不是要想一下 加固的一個方案 另外就是這個內田園的一個落差 因為我們考慮業主的特殊線 會考慮無障礙 但是現在看的話 這個老房子的落差的話 比我們想像中落差要大 差不多接近500 那我們也會對比一下 隔壁領居一些做法 然後去綜合考慮 由於設計師對結構安全的要求 在設計方案細化的同時 施工方首先對結構加固的方式 進行了討論 這個糧是非常的簡陋脆弱 脆弱 這個糧我們要對它進行加固 但結構加固 一般需要使用面積較大的鋼材來完成 這堆面積本來就不大的 一飛加來說非常困難 那施工隊會用什麼辦法呢 另一方面 由於前任業主的清拆並不徹底 許多尺寸的精良 以及設計師對面積的分毫必正 現場還需要進行二次清拆 我看到這個衛生間的橋面 我們做了一些拆除 但是呢 它現在拆除還是沒有完全拆得完整 可能我們後面再對它做一個 拆除面的一個精準切除 把這個面修品修正 那麼節約這個內部空間 然後第一個的話呢 是那個衛生間的排風換氣的方式 因為現在那個 我們的衛生間那個小窗隔壁 其實是被人家鄰居是封在他自己的室內的 所以呢 窗的話呢 我們目前按照之前李老師確定的方案是上下拉的 但是排風這個事情是不是要考慮 而且鄰居特意這個 我穿過他那群官 這管子不可以了 直接穿過去 原來伊菲家的衛生間排氣窗被封堵住了 無法實現開窗的需求 所以設計師只能選擇 利用排氣管道的方式來完成 不行的話就是從我們自己的室內 然後從入口門的上門再出去 因為這裡最終的客人暮了 所以近隣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這裡也沒想到 在梳理完先期現場難點後 數據師本間櫃市也需要為其賦予更多 適合委託人日常生活的功能性 所以在石南橋細化方案的同時 本間櫃市也上門與伊菲進行溝通 你好 本身老師 歡迎 歡迎 普段是二人住在 三人 這位是媽媽 對 媽媽 爸爸 然後還有我先生 現在是我們四個人住在這裡 四人生活 四人生活 現在是 現在是二人住 你以後其實就兩個 對 OK 放寮之後就是 對那個胃腸道有反應 然後那個放寮 因為在這個位置 所以它也很影響我的胃腸道 就是有一點長年連的情況 然後有時候還要我媽媽 或者我先生有一個人陪在我旁邊 因為會這樣幫我來找去的 因為出門走路就是要戴這個護具 然後不戴這個護具 還這個腳就會這樣垂下去 然後起不來嘛 但是戴太久了的話又會見俏眼 所以我在家一般不戴 在家不戴的話 像這個門檻 我也經常會絆倒 就是走走走的這樣就是 就是抬不起來就不怕 在結合了委託人身體情況 以及現場施工條件後 兩位設計師也進一步溝通 希望能夠更加優化平面功能 私たちは依頼者の生活を分析して いくつかの結論を得ました まず家には手すりが必要なこと そして室内の収納や家具などの角が危険なので 丸面取りが必要なこと トイレには知能化が必要なこと 室内空間の段差を解消して 介助用の車椅子の通行に支障がないこと そして外部の騒音を低減するなどの 睡眠の質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です 雖然通過家角的平面布局 增加了室内面積利用力 但以非每次化量後 會有一周左右的時間用到輪椅 那設計師們要如何解決轉角問題呢 今回私が注目しているのは ここに暮らす彼女は 科学療法の後の一週間程度しか使わないし しかも自走式ではない 会場式の車椅子 今回の依頼者の課題は 非常に家が狭い 狭い上に複雑な動線を取らなければ 生活できませんので コンパクトで小回りの効く そういう会場用の車椅子を ご紹介し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為此設計師本建櫃使 特地多方選找合適的輪椅設備 まずこちらの車椅子です まず全体の幅が48cm 48cm はい ということで こちら通常の車椅子になるんですけど こちらの車椅子の幅が大体67cm 68cmありますので おおよそ20cmぐらい 長くなっています なるほど こちらのタイプの車椅子は 6輪のタイプの車椅子で 車輪が6つあります 通常の車椅子というのは 車輪が4つしかありません 所以这种车椅子的特征是非常轻轻的图 所以在上轻轻的中心在前轻轻的图 所以轻轻轻的图居 最小的幅度是48cm 所以非常小的廊下也不容易 所以轻轻的廊下也很小 但频繁的检查 需要经常出门 不仅仅依靠轮椅 你好了吗 吃了又吗 我们去兜一下手指吧 好的 我今天要去验个干工人了 平常我先生在家的话 都是他直接带我们去的 就比较方便一点 相信现在我自己的话 跟妈妈两个人去 就不是很方便 不过我们可以用 健行的家庭之爱信用卡的代价服 他同城有六次免费的 五十公里以内的代价服务 预约也很方便 直接登陆中国建设银行 手机银行的APP 在我的信用卡权益 车主服务免费代价里边有 就能看到了 很快就简单 我们就可以走了 虽然房屋面积小 但设计师依然为一费家 安装了地暖中央空调 可升降的投影幕布等设备 并且他为了美观 在调底设计了一些造型 在现有的时间范围内 既要美观又要健康实用 还要不破坏平面布局 这对现场施工来讲 也是一个巨大的难点 因为我们整个的 这个面空间比较小 所以在整个的厨房 这个区域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投影幕布 有这个空调的出风口 回风口 还有检修口 所以在这个地方设备特别密集 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再加上呢 我们整个的调底 也有一部分的异形 所以在这个区域的话呢 就还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 建筑年代比较久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这个房子的 这个过凉呢 我们为了考虑安全因素 所以做了一个碳纤维的一个加固 用碳纤维加固的话呢 本身材料呢 比较轻薄 不占用空间 比传统的加固方式呢 我们更快捷 然后同时又不占用整个居室内的一些 其他的使用的空间 然后而且它的强度是非常非常老的 可以达到3400兆帕的一个强度 你看到的黑色材质 它是一种高分子的主义材料 然后呢 符合一层铝箔 它的作用的话 其实符合在我们的石膏板上以后呢 它可以减少斜阵效应 也就是减少震动产生的这种声音干扰 那么这一次我和委托人有聊天 那么他有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 他休息的时候啊 睡眠比较浅 那么我们在现场 我们就想说通过我们的工艺的手法 能够对他的生活 能够有一些帮助 我们这一块是现场做的 它是一个双枪 同时呢 再加上一个隔音毡 那么这一块我们看到 那就是比较常规普通的 只有单枪 那么是双层石膏板 我们这个双枪加上阻力的隔音 我们测试的数据是13 单枪的这个隔音 我们测试的数据是30 通过对比我们的双枪阻力隔音毡 降噪减震效果更加明显 而既平面和功能之外 色彩以及形体关系的美观度 也需要设计师赖旭东来完成 像核地面形体色彩关系 都是我们弄完嘛 那我就把这些都要最好嘛 如果从色调和风格来定 它就是一个偏极减风的一个调子 也很显 再加上比较房间小嘛 我们还是选择奶咖色 或者奶白色这种奶咖座 因为是依菲期盼已久的新家 同时依菲自己也有 作为设计师的审美 所以赖旭东对色彩和风格的选择 也充分尊重她 你们考虑好没有 就是你们喜欢什么 那些风格的图片的一些 我可以发一点给您看看要不 就是我跟我老公总结了一下 我们俩想要的风格 以那个灰色白色跟木色为主 对你房型小颜色尽可能纯一点 就是可能尽可能单一点 你不然怕房间太花 拿几张参考图片给我看 其实就是一个极简风 然后色彩的稍微可以跳跃一点的色彩 对全屋色彩占比最多的墙面 以及柜体 设计师都进行了细致的选色 我们现在在选的是五胶期的颜色 因为我们这是布装 我们选的是它的免齐板 因为我们要选这个颜色 因为这个必须是食物来比较 你看我们就打了六个样 就打了六个样来选这个颜色 而且我们基本上会把这种浅色 作为一个房间的整体色 因为你颜色太重的话 你整个房间会显得很闷 我们都会选这种比较偏中性一点的 就是我们说的像奶咖色 调性 色彩关系 统一性和完整性 都非常非常和谐 柜体颜色不仅要满足 设计师对美学的把控 还要环保 以及短时间内导出圆角 这对工艺有着很高的要求 这两个颜色都基本差不多了 是的 因为我们全程用的是 现在最先进的LED零土的涂装工艺 所以我们是能够做到 不同材质 同色的效果 而且有环保 你说是水性漆是吧 对 全水性漆 但柜体不仅仅是美观 更要满足储物需求 那么对于这个不到30平米的小房子 设计师要如何分配储物空间呢 那史老师布老体告那个平面以后 他就选择了一个就是回油动线 很丰富的这种 但是在这个小房间里 因为这么多回油的动线 它就会产生很多夹角这些部分 所以我们在拿到平面图之后 在立面关系的梳理过程中 就需要想方设法地把储物空间 分布在家里的各个区域 就让随处可见的一些小的地方 都有储物的功能 室内的空间基本完成好 花园部分 设计师师南墙决定使用可开合的遮宇泡物 为此阳台区域也特意进行了防水处理 因为这个房子在一楼特别潮湿 所以我们全欧涂杀了防水涂料 使用了立邦快涂宝 采成五合一防水涂料 能生应长期净水环境 具有良好的抗生性 工区的地面和墙面 使用了立邦的负水量金石墨 从室内被水面剪接地下 外部带来的潮汽 预防各种墙面漏水 导致脂皮发霉等问题 设计师本监贵氏认为 好的睡眠可以增强抵抗力 所以即便全屋使用了静音的材料 但他还是希望 进一步提高医非的睡眠质量 但是客人现在闭嘴和癌 和闭嘴和节奏 设计节奏提供 睡眠的状况 不太好 所以睡眠的環境 这种情况下 我们设计时的高度 睡眠的水平 是一种的 在这种意味 有些人的音量 是一种的 人的音量 因此 从来的音量 来的音量 是一种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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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音量 是一种音量 在音量 是一种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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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收 呼 很好 但是80%是靠皮肤吸收 所以你睡在这个被窝里 你的翻身 你的不断地动 它大量的负粒子 就通过身体去进入到体内 就在现场铺贴工作进行的时候 施工方负责人也前往了伊飞家 为他带来现场的情况汇报 欢迎 欢迎 来看看 本来这次其实应该你是 希望你多去现场对吧 参观因为整个设计 也是你融入了很多的一个心血 但是我们因为知道 考虑到你的身体不变 我们做了一些日常的工程的小日记 给到你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日常的一些整体进度 这个是刚拆就完的样子 对 这是刚轻拆的过程 那这个是水木工程 这一阶段都完成了 是的 好的 就是因为这些年为了给我看病 然后又为了买这个房子 其实我们手头也比较紧张 然后为了这次装修 我们去办了那个建行的装修分期业务 可以分67还款 办起来也非常的灵活方便 然后像这个水木工程结束了的话 就可以让他们去接段性地放款了 好的 虽然康复的过程很艰辛 但依妃还是特地回到老家杭州 为设计师们准备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外婆家在同乡的周全 我们那边是个蚕丝被之小 大个简直 大大要二十个 二十个简直 一个小的要七八个了 一层一层放上来 这个真的好 这个 这个 这个是那啥 给我们三位老师做的小惊喜 这个的背面是龙凤城祥的 这里头的这个布 是目前应该是飞夷了 是桑残枝灶 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徒布 这是我小的时候奶奶知道 我应该也参与了几梭子 这个以后就买不到了 因为那种木头的布基已经没有了 现在以后再也买不到了可能 全屋的定制柜体 不仅与平面布局 以及美观度息息相关 更关涉到未来居住的健康 所以设计师对板材的环保度 也格外关注 这次我们的整个木座 占据在整个房子里的 这个比重还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把我们的板材 特别送去了检测中心 做了一个检测 这次的检测 甲醛的释放量是 0.5毫克美深 那么它远远低于国家标准的1.5 所以说未来 居住在里面是非常安心 也非常健康 为了让阳台区域的风格和色调 与室内一致 达到延伸室内通透感的效果 设计师在围栏上 也涂刷了相同颜色的涂料 我们在这一圈防腐墨围栏上呢 投刷了利邦宝德利水性调和器 这款产品采用了水性配方 净位环保 不仅可以使用在墨器上 在室内室外的铁器金属表面也可以使用 具有很好的保护和装饰作用 我们这个屋顶呢 有一处和邻居家的一个墙面交接处 为了避免缝隙出现漏水的隐患 我们使用了利邦屋顶捕漏弹性防水涂料 这个涂料适用于多种捕漏场景 有较强的耐厚性和防水性 而软装的搭配和色彩的选择 不仅要使用起来方便 更要达到让一飞身心愉悦的效果 就整个的房间里面 我们使用什么木色搭上绿色 是一个很典型的 我们说就是比较生命的那种 比较生命的那种黄绿调子 所以我是希望一个绿色 它是代表一个生命 所以我们还是用了绿色系 所以我们户外如果把这绿植一摆的话 它也是前后关系 它有个复印关系 人生有遗憾 有甜蜜 有苦难 也有不离不弃的陪伴和信念 这样一个特殊的秋天 三位寿景师与一飞一起追梦 一起努力 为她打造一个迟来的梦想之家 让这段旅程不再孤单 那么这个四人通力合作的家 是一飞梦想中的样子吗 梦想改造家由丽邦独家冠名播出 丽邦刷新服务 近一百万家庭的口碑制选 太期待了 做梦都在看新家 我也是 昨晚也没睡好 一定会给我们惊喜的 特别值得 赶紧去看一看 走 太帮いた了 一二三 这还是我们的把它扪essä 完全不一样了 是的 这是什么小别人 好好看 我说你下次眼睛都不知道该往哪放过 我看一看这里啊 你看这到处都是扶手 你再也不用担心我走着走着摔跤了 是 而且都很平整 完全不会有那种坎 是 不然在家里走着走着就平地飞了 这个餐桌也好棒啊 这个好像是不错 它完全就是我之前跟设计师们聊的那个 就是要有倒台并且要有一个餐桌 它明明那么小 为什么可以显得这么大 是啊 太喜欢了 喜欢 想想以后坐进来就好 我有点忍不住 就是我一直在期待有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小姐 哎呦 我感觉都 未来是我充满了 迫不及待想办法是不是 就是 它完全符合我们的生活需求 然后又超出我们的对生活的期望 我感觉反正有点不太真实 好像要住在这里 是不是 对 就感觉就是在上海有了一个 属于我们自己的这么一个安定的一个小家吧 对 感觉住在这里一定会很幸福 对 在我们的印象中 一非无时无刻 不再用笑容感染着身边人 但不如新家的一刻 她却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这包含了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与身边所有人的感激 而三位设计师也会给她 带来更多的惊喜 嗨 师老师 嗨 师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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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老师 你好 师老师 嗨 嗨 师老师 北京老师 你好 师老师 你好 师老师 你好 师老师 这个家我们实在是太喜欢了 谢谢咱老师 师老师 跟你想象完全不一样 太惊喜了 达到你的要求没有 达到了 达到了 这看下好大 完全不像我们那个小房子 每一步都有惊喜 但我估计我俩 应该还有很多小惊喜 没有发现完 对 所以我期待 期待各位的到来 帮我们解密 那一つ一つ説明 好的 好的 进门 这个玄关这边 进来后的衣帽 鞋子 这些东西都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对 当然 原来我们这个地方 其实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这个卫生间 那怎么变得宽敞了 这么多 对 感觉好像宽了 这个很 晴空灯 对 这个不错 本来这就是个小暗位 现在好像有光了 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边是淋浴 这边是马桶 然后呢我们的洗手台在外面 以前感觉一个人在里面都转不开身 现在两个人都能转开身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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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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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田老师还记得我之前上厕所很难的 那个我得需要人扶着 有了这个把手我就不需要别人扶了 我自己可以这样扶着靠着了 哦 哦 哦 确实很需要非常有必要 对 哦 确实很需要非常有必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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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感觉 完全不一样 嗯 好像有了自然光一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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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狭窄的卫生间如今不仅宽敞明亮 更具备了无障碍通行的条件 防滑的瓷砖已经没有挡水条的设计 让伊菲在今后的使用中更加方便 尽可能的还是考虑到你们是收纳的问题 包括任何地方这些都可以放东西 这也是个收纳的 这些全都可以放东西 因为我觉得小房子一定是解决收纳 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越堆东西越多 所以你们包括我们的台面下面 这些其实全部都是收纳 我们是足够考虑清楚的 像现在的话我还在生病这段 妈妈照顾我可能还跟我们一起 等我结束治疗之后 妈妈可能也就开始她自己的退休生活了 就我们两个 就完全是足够了 再来我们这里并不是一条路走到底 是的 那我们希望是在这个地方形成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你可以在这里 一方面厨房的调理 第二个这个餐桌的使用 你其实你还原来要求一个倒台 对 对 那这个其实它间距离打台间距离餐桌 另外一方面这个其实可以 可以完全搬到这里来 然后呢 这边可以坐人以后围绕一圈 你可以在家里 真的聚会 做好多人的聚会的这样的用餐 那这里就可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完成 对 对 对 另外一方面这个地方 哦 你想你想的那个头影 好巧妙哦 然后你刚好这个地方是可以让你坐的 这里坐得很舒服 你需要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刚好是可以两个人在这边一坐 就可以看这个头影 甚至你把这个桌子拉回来 你还可以在这边一面吃饭一面看 你可以 哇 太棒了 这也太开心了 改造后的客厅 厨房 餐厅 不仅在可以满足依妃和剑桥两个人的日常生活所需 更能够通过灵活多变的家具形式 让就餐 会客 观影等功能 得以在一个空间内实现 经过这一个我们转喊到另外一个下一个空间 嗯 这空间大家一看就很清楚知道 是 这边是你的卧室 嗯 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空间 因为我们希望这种是一个隔而不断掉 哦 哦 就是你的视线呢 你还可以保持一个很通畅 但是呢 你可以保持这个床的私密性 这高度已经足够做了这样一个遮挡 进来的时候一下看到底感觉好敞亮 哦 对 那当然这个卧室对你们的使用来讲 原来的那个 你那个床呢 你一个人要睡里面一个睡外面 对 你这样进去很明显 那你现在看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的时候 两边都可以伤人 对 你不会一个人要上床就干扰到另外一个人 对 对 我在这边上的方便 对 那是腹部干扰 我直接容易可以搬到这就上来了 对对对 太舒服了 这个睡眠というのは病気を治す上でも 免疫力を上げるためにも 良質的睡眠が必要なんです 睡眠を上げるためには 色んな要素が必要なんですけど 今回はこの心具 特殊な繊維でできていて α波を発生させて 睡眠の質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 特殊な心具になります 太厉害了 我这真是没有想到 哇 确实 この手すりは ちょっと高めについている これ何でそうしているかというと 奥さんはずっと手すりが必要ではなくて 化学療法の後 または病気が治ると 使わなくなりますので 見た目、デザインに重視して ほぼピンのような状態で設計しています ここによりとても良いです 良いです これは画家の作品です 他作品は水果です 私たちの水果は 補充營養物です これは香蕉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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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れは抽象です これは抽象です そうです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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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水果や心骨など これも健康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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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です これも裸の色々と これも黄色と色々に または木座でも 色々の色々な 充填性を使用 そうです これらの色の色々に ステージを作成される 讓他の質感度も 小人口から ここにも みんなに要求二つの人は そうですか こうやってなったり ですね 当然你都希望陈列出来了 在那个地方 但有的不想陈列 就可以收到这里来 一个场开 这两边做了一个区隔 太好了 我终于有书桌了 再也不用跟你抢了 床上的小桌板也可以不要了 我觉得我生产力要翻倍了 改造后的卧室 不仅可以回避视线 分隔空间 更增强了整体区域的功能性 满足一飞和剑桥二人 日常办公 互不打扰的需求 同时整个区域色调温暖甜美 在视觉上 营造出独特的绿意氛围 让人感到宁静舒适 今回は床面積が非常に限られているので ちょっと通路幅が狭いんですね そのために 会場用の車椅子で通行しやすいように 小回りの効く車椅子を用意しました 六輪になっているので ちょっと珍しいんですけど 幅も狭くて通ることができる 这么厉害 わあ 我女男性が好大の 今回計画するにあたって 日常的に車椅子を使うんであれば ちょっと狭すぎるんですけど 今回奥様は 化学療法の後だけ 一時的なものだし 病気が治れば使わなくなるので 今回はそういう特殊な処理をしました 美女神真是太詩心了 今回内装で使用している塗装は D版の新商品のより安全な子供塗装を使用しています 今回の塗料は下地それから綿材 すべて臭いがなく カビを防止しウイルスも防止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今回使用した子供ペイントのテクスチャーは 子羊皮を使用しました 光沢感や手触りが良くて 白系を主に使用することで 広がりを持たせています 走到這邊 来到第三個区块 这原来我们的阳台的地方 这个阳台一方面 上面的阳光可以拉開来以後 我们实际上变得一个 可以透气的一个地方 光線有更多的引进来 原来真是室内的感觉 但是假如我们做一些動作的话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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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像你要打架子鼓 对 架子鼓 我想你架子鼓搬进来以后 你可以在这边 再表演一下你的架子鼓 对对 这个地方就很大了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你看到我们这里 墙壁上这格栅能够挂这个吊盆 然后呢 最主要这里功能性 还有这个洗衣服 然后你们还有家里的第三口 这个小狗窝 太可爱了 是的 这完全符合我们对未来生活的需求 对不对 是的 希望 其实小狗最主要是跟主人在一个空间里面 他们就觉得比较安心了 对的 就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院子 好像现在跟室内就融为一体了 对对对 我们就希望你这个 这个空间是你从前面的空间的延续 然后也觉得视觉上 或者空间上面它都有一个延展 甚至你可以看到窗子外面 我们那墙面上定了格栅 对 你可以把这里的吊盆 延伸到那边去 视觉上又可以再去多有一个地方的一个延伸 就是我一进来 我以为那边还是我们花园 对 他都没认出来 对 我真的没认出来 因为我们是在一楼 比较阴暗潮湿 而且上海美与天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卫生间以及阳台 都使用了立邦全新升级的厨卫阳台漆 这款产品是可以用在湿序环境的 不用担心水气让墙面掉色脱落 需要很快的入住也不会担心 当然你们两个人生活这样空间也够了 但是呢我们会觉得说万一还有朋友来 这真是完全没有想到 真是这样坐 我完全没有想到 但你朋友多的时候这样一圈的话 你可以坐到六 六到八个人 刚刚好 是 你也也也来坐一下 你也来坐一下 往往这样一起聊聊天 好棒啊 很好 我们都想着让朋友们一起来院子里烧烤 都可以实现了 是的 这个台面的材料 它这是那个专门是防潮的一个石金地板 是仿的木头 是是是 它不是木头 防火防潮 耐水泡都无所谓 我把你的图片反复分析过 就是说它颜色是深色 达的木板啊 这些整调质浅色啊 我都分析过以后 我才选了这几个 怪不得 这就是王权是我心里想要的 好的好的 其实还是我说的话 只要你们满意 就是我们的高兴 可开合的阳台设计 不仅扩大了家中采光面 让一飞在家就能晒到太阳 更能灵活地变成家中第二个会客区 满足了今后宴请聚会时的需求 一门的开合 又能将室内外两个空间独立出来 即互不打扰又相辅相成 就是我一直觉得设计 室内设计本身 它不是说设计一个房屋本身 它是也是在设计我未来的生活 对 就像我进来打开这扇门 不单单是打开三位老师 帮我精心设计的家 我更觉得好像打开的是我 重启人生的一个开关 就是虽然现在我可能没有办法决定 这个生命的长度在那里 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我 梦想成真的家里面 我一定可以努力去拓宽我生命的宽度 病気和战争 可能想象以上大変 所以 是否乱过来 努力去治愈 谢谢三位老师 真的特别感谢 惊喜之余 主持人也为怡飞 送上了自己的一份祝福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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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是吧 完全不一样了 送给你们的礼物 谢谢人家 全新的生活开始了 我还自己也准备了一份小礼物给你 这是我们电视台新闻主播出的一本有声书 你在里边可以听到我们的颂读 还有全体主持人的签名 另外我自己给你写了一句话 喜欢就争取 得到就珍惜 错过就忘记 因为我觉得 你就是这样的生活态度 好的 我们一定好好珍惜 谢谢三位老师 真棒 太好了 全是惊喜 真的 特别感谢大家 就是所以我也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点小惊喜 我们一步深入看看 我们也要惊喜 太好了 这也是我们自己家乡的一点特产 哇 这么一大个 确实是我们这边传统的一个 对 是被子 这个是用我们传统古法的 那个方蚕丝织的技术工艺做的一些 这个那是盖在身上的话 那是黑香甜 睡得相当的 花开富贵 是的 是的 里面是我妈妈跟大姨就是手工剥了一些那个古法的残茧做的残丝 都是他们自己拉的 对 自己拉的残丝 也就是说这个拿到手里咱们就是一辈子的交情 对 是原姐说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也希望三位老师可以玩玩好梦 夜夜好眠 然后保持一个健康的体魄 继续为千千万万的家庭圆梦 加油了 太好了一辈 谢谢 真好 然后我自己设计 然后我妈妈做成成品的一个抱枕 我根据咱们那个的logo设计的 这个石老师 对 始终如一 因为石老师十年一直都在参加 这个是本杰老师的 本杰老师 本杰老师 本杰老师在世老跟世病上面真的是 就大家都记忆深刻 所以是看家本领 看家本领 看家本领 然后赖老师这个要用四川话翻译一下 喜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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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赖老师 喜东来 然后这个是心想师辰 这个就是给我们节目组的了 对 太贴心了 最后还有一份小礼物 是我们梦想改造家节目组送给你们二位的 来 由伊菲打开 来看看 好可爱 而且你看 正反两方面都有的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很喜欢 真的很喜欢 来 我们合一张影 三二一 耶 蓝老师其实要看自己的被子 我看看我的被子怎么样 我就是 蓝老师因为觉得你的是最厉害的 秋衣渐浓 一床简单的被子 寓意着温暖 寓意着团圆 四季更迪 无数对家的梦想 努力在绽放 努力被实现 相识的时间并不长 但在伊菲的新家里 设计师们与她 彼此都交换了 一辈子的祝福 龙卡装修分期 让家轻松变美 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 广告之后 为您揭晓 梦想改造家由力帮独家冠名播出 力帮魔术期 每一面都美 看到伊菲住进新家 脸上洋溢着天使般灿烂的笑容 那一刻感觉我们比她还要幸福 始终追逐光的人 最终也会成为光 伊菲在我们的眼里 她就是这样一个追光的女孩 也值得获得大家更多的祝福 那么这套房子一共装修下来花了多少钱呢 在这里给您做一个汇报 那么除了小部分是使用了装修贷款之外 其余的部分是由我们栏目组和伊菲家各承担一半 具体的消费情况是这样的 硬装呢十一万六千元 人工费三万六千元 软装以及家具费用是九万八千元 总计二十五万元 下期节目当中呢 我们将追随着建筑师故意去到美丽的广西 一起来见证青山绿水下的一座小镇 是如何焕发新生的 一座隐藏在绿水青山深处的美丽小城 一场时隔三十年的深情回归 遗憾了 太遗憾了 是乡村建设也是城市工心 建筑师故意轻力打造 城乡文旅综合体肤 念念的家 东方卫视十一月二十二日敬请期待 更多精彩内容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欢迎打开网易家居PC house太平洋家居 不乐会至于影视聚焦一点资讯 环球在线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感谢中华万年力 DoNews 易都堂APP Frame 达人室内设计网 轨迹从不脱更 安居客家居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